据彭博社Broomberg周三10月25日报道 据知情人士透露 华为公司新款智能手机的先进处理器 是由中国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SMIC 使用了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奈ASML公司的设备所制造出来的 而美国一直对采用先进芯片表达不安 据不愿据名的知情人士透露 中芯国际结合了ASML所谓的济润式身子外机器 与其他公司的工具来为华为生产芯片 这表示美国对ASML实施出口限制可能已经太迟 无法阻止中国在芯片制造领域的进展 ASML拒绝为此发表评论 报道称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销售违反了出口限制 美国一直在与日本和荷兰合作 目的是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 用于其在军事领域取得优势地位 尽管存在广泛的限制 华为仍在8月份推出具有5G功能新款智能手机 Mate60 Pro并采用的7纳米芯片的先进半导体技术 令全世界大感意外 彭博社委托了半导体研调公司Tech Insights 对这款智能手机进行拆解 发现其中的芯片是由中芯国际所生产 这显示了其制造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 美国试图阻止中国进展的范围 这个结果让人质疑中芯国际如何有能力生产这款芯片 以及华盛顿主导的限制措施能达到多少成效 中芯国际没有回应媒体的置评请求 ASML在全球芯片供应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它垄断了先进的集紫外光刻系统EUV 这是生产最尖端芯片所不可或缺的 同时它还提供制造更成熟的半导体所需的深紫外光刻机 DUV 由于出口限制 ASML始终无法向中国出售其EUV机器 但据行业分析师表示 DUV虽不如EUV般先进 但可以通过沉积和时刻设备进行改造 以生产7纳米甚至更先进的芯片 虽然这个过程比单纯使用EUV昂贵得多 且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很难扩大生产规模 但中国政府却愿意承担相当大部分的芯片制造成本 多年来 中国企业多年来一直在合法的储备DUV设备 特别是在美国去年首次对华实施出口限制后 据ASML上周所发布的一份数据显示 ASML今年的中国业务大幅增长 一位中国芯片制造商在2024年出口管制全面生效之前 大量增加订单 第三季度的数据显示 中国占ASML销售额的46% 而之前一季为24% 今年的第一季度为8% 河南政府在6月30日公布了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措施 规定限制最新型号的DUV设备出口到中国 该向出口管制法规于9月生效 这是欧盟近期发布经济安全战略以来 欧洲国家为去风险化率先迈出的一步 拜登政府本月宣布的新管制措施也进一步限制了DUV机器的出口 ASML表示将遵守美国的规定 并相信实际上这些新的限制只会适用于少数几家中国厂商 这些厂商有能力生产先进半导体的设备 ASML的首席执行官彼得 温宁克·Peter Wenningk上周告诉投资者 美国和荷兰的新限制措施将影响该公司在华销售额的15% 在中国的新限制措施上的新限制措施